不管是低碳城市,低碳社区,还是低碳生活,为了营造环境永续,如何达到节能减碳,已是本世纪每个世界公民的共同课题。 今天,我们深入基隆过岗,壮观与龙潭大地社区,看他们如何动员居民的力量,营造模范低碳社区。 如果一个住宅社区的居民都能拥有低碳环境意识,一起进行低耗能、绿美化与高使用效率的生活方式,我们就能说这是一个低碳社区, 一级节能减碳要从观念改变起,并在生活中实践。 这里是暖江河滨休闲公园,对于过岗社区的居民而言,每天早晨在此机会,比社区联谊会还更具意义。 珍惜锦铃河畔儿居的福祉,打破自扫门前水的迷思,修剪植被绿美化,携手建立属于大家的家园。 社区的工作,大家都有衣服来帮忙,我们也是住在这边附近,很多人都会来这边休闲、散步,这边空气也比较好。 我们的基隆河里面有很珍贵的湖穴,它是一个社区的珍宝,那它要形成要很多年才可以形成。 所以我们一直琢磨在湖穴的守护这个过程,我们就先跟林务局申请经费。 透过社区的居民呢,大家一起努力去把那一块一百年的时候开始去种,种起来。 那种起来以后呢,也很高兴得到了全国的第一名。 基隆过港里早年为外省移民地区,保留老一辈漂洋过海的记忆,居民一直是懒却为吉祥物。 我们一进入过港,远远的就能看见这些用回收瓶盖拼贴的图案。 而这上千个瓶盖,都是由居民自发收集,合力拼贴而成的。 有空就来帮忙,因为我们都是志工,我们都是志工,然后有空就来帮忙,有空就来帮忙。 在基隆常乐里的龙藤大底社区,有一个公开的秘密,就是这857户居民所共同共有的鱼铺满。 从屋顶收集雨水,由管线往外送,并利用深坡地的高底位差,将水一层一层往下送,可提供社区60公吨的公共用水量。 这个社区在平面后方,有一个将近50公尺的坡地高度,那那个地方遇到豪雨或者是台风来临的时候,那个雨量相当的惊人。 我在民国88年、89年,发现说这个水如果能够饮用到社区那该多好。 这个水池呢,它底下本来,它就有一个比较低的叫积水井。 积水井就是它的沉沙的部分,我们使用上面干净的水,然后底下沉沙的部分呢,我们会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再去清理, 然后直接供应到我们的下面的中庭的花埔、灌溉跟地面的洗涤之用。 壮观里,愿景天下社区为典型的集合式住宅, 而邻里之间的关系,却不落一般堵毁那样的冷漠。 除了将环保回收物制作为社区剧场道具,达到寓教娱乐的效果, 也开办社区绿色商店,鼓励民众将二手物以低价转售。 通通购物下都会有一些买回来以后用不上的东西,但是放着在家里就变成垃圾。 定期的这样把它清出来,让你的旧爱变成别人的喜欢。 如果有需要用的人在这边看到很便宜的价钱,他就会很高兴把它买回去用。 大概在金融市蛮多地方都已经开发成这个公益大厦, 那其实公益大厦的生活圈,大家都是比较陌生。 我想不管我们社区或者政府都应该大家互相来合作,能够把社区的营造的氛围,然后加到各个饥饿室住宅。 低毯生活有很多种形式,社区借由自我检验找出最优质的生活方式。 建立低毯社区,而初衷却只有一个,就是让我们及后代子孙拥有一个安身力的所在,深深不息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